亲爱的弟兄姐妹 观众朋友平安 很开心又到了我们 马太福音圣经讲座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四十五讲 我要讲的题目是耶稣的比喻 我们要一起攻读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二十四到四十三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 将败子散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掌苗土碎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你要我们去露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 恐怕露麦败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麦子露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山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 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 发明出来 当下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露出来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猜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我可听的 就应当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朋友 耶稣真的是说故事的高手 他会非常善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各种的现象 事情 来转化 讲到属灵的一个教导 尤其耶稣也用比喻 讲到了一个天国的认识 讲天国不容易 因为很难去描述 但耶稣就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见的一些事物 能够来讲这个故事 看似浅显 但他这里面 却有非常严肃的 攸关人生命救恩的认识 所以天国的比喻 耶稣如何的深入浅出 如何的用日常生活 人们可接触 了解的事情 能够把神的道真理 讲出来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来看待这些 预言的 比喻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要以感恩的心 也却以非常严肃的态度 来听神 听耶稣基督 所讲的这些话语 因为这些比喻 攸关我们生命的意义 跟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 千万不要忽略 以为没有什么 以为太简单了 或者我们已经读过 好多遍了 但每次的读 都是更深化的过程 每次的思想 都是天国 更准确的认识 求主帮助我们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 我们从耶稣的比喻 可以得到莫大的帮助 在第一大段 拜执的比喻当中 我们要一起来看 二十四到三十二节 即三十六到四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耶稣所讲的比喻 让我们知道 原来基督徒 只有真跟假的分别 不要以为在教会的里面 自称基督徒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认定 就算 基督徒的认定 是在于上帝的拣选 当然真基督徒知道 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 在基督的应许跟恩典当中 我们得救了 我们心里有圣灵的印证 但有时候我们来教会 可能只是羡慕 一些教会的一个 都是好人 或者喜欢教会的诗歌 或者是听到的所谓的道理 但他还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过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朋友 那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只是我们有来做礼拜 但不等于认罪悔改 重生得救 真正的基督徒 一定从认罪悔改开始 一定在上帝的面前 承认我是罪人 愿意将自己过去 在上帝面前的成名 而神应许我们 要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十家的牺牲受难到复活 不就是为了成全我们吗 所以基督徒只有真跟假的分别 而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凡是真心相信主的基督徒 都是好基督徒 好种 而心里老是求名声 而不结果子的 自称是基督徒的 小心那可能是上帝愤怒 要拔出来的败子 对一个龙人来讲 他所种的麦子 他不会种败子 他每一次去寻查他的田地 他看到杂草 他会拔掉啊 看到有石头 会拿掉啊 因为这都会妨碍 整个龙作物的生产 何况是败子呢 但是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没有说先把这个败子拿拔掉 败子长得很像麦子 但是败子会吸取麦子也要的养分 而且会挤掉败子 要挤掉麦子 但神容许败子跟麦子一起的成长 从一个属灵的角度 国度的看见 上帝的容许是期盼这些败子 有一天成为麦子啊 容许他好像在教会里面有聚会 盼望有一天他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他的生命改变 重生得救 不然在一般龙作物的当中 龙父一定把这些不是麦子的 妨碍我龙作物生长的全都要拿掉 但这位主人是容许败子一起的成长 给机会 但到了收割的时候来不及了 收割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生命没有改变 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使我们恢复起初受造的形象样式 恢复成为有灵的活人 到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就要丢到外边哀哭怯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当中 我们最怕就是世事而非 我们基督徒愿意认罪悔感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人 敢于真实的面对自己 原来我是罪人 不在于我有什么名声地位 我过去有什么背景 或者我是被人家所敬仰的 因为我是罪人 是生命中的事实 不是说我们杀人放火 我们犯了法律中的哪一条 当然这些我们当然是不会犯 但是信仰中的罪指的是 原来我远离了神 我不认识神 因为我的罪导致我与神的隔绝 我就算做善事 可是我不归荣耀给神 这也是得罪神 因为人的受造是为了荣耀他 是荣耀上帝 要荣神一人 可是当我做了善事人家拍手 给我肯定赞美的时候 我窃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跟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很大的差别跟价值观的差异 不是说做好事就是好人 是他做好事也是好人 但神更看到人的肺腑心肠 当我们窃夺了神的荣耀 把原本神的荣耀归给自己 就是犯罪就是得罪神 我们最怕就是以假借行善之名 却荣耀自己 所以我们前面讲我是罪人 是每一个基督徒最诚实的面对生命 向世界宣告我是罪人 我得罪了神 我愿意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可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也要小心 小心那世事而非的道理 跟世善却实际上是恶的这种情况 因为世事而非 就是恶就是非 我们不能也许可以蒙蔽了人 也许给自己一种假象 我在做好事 但上帝能欺骗得了吗 上帝在乎人的就是肺腑心肠 所以我们每次的做礼拜都是心灵诚实 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圣经也很严肃的告诉我们 一切的假冒都是出于魔鬼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看到没有 谎言 有时候我们觉得恶意欺骗的谎言 当然那是不好的事 我们可以心理查验 但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白谎 就是善意的谎言 可是他也是谎言 我们好像是想让对方 不要太先瞒的对方 于是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就像有人生了重病 到医院住院 医生说这个很严重 要马上开刀 可是存活率很低 然后你回过头来 到了病房跟病人家 没事 医生说你太累了 多休息一下 没事的 这个就是善意的谎言 好像在安慰人 可是却违背了那个事实 我们可以说真话 但在爱心当中 讲出激励人心的话 带出真正从神安慰的话 也带出我们交托给神 我们求主来保守 求主来抑制 主权交给他 荣耀归给他 所以基督徒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这个就是谎言 恶者是谎言之父啊 魔鬼也喜欢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因为他本来就是天使出身的 后来为了要僭越 上帝的位分 他不守本位 所以他就堕落成为 邪灵成为撒旦 但他原来就是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也可以装扮成 仁义的餐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凭外貌任人 而这个外貌可能不是指他的衣着打扮 也不是指他的谈言谈举止 或者你对他的第一印象 这个不凭外貌任人 是要把人带到人的内心深处 圣经里面有讲到 我信圣徒相通 我们相信圣灵的同感一灵 所以我们在认识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凭外在的任何的背景条件 穿着打扮 言行举止 而是按着圣灵的感动 在同感一灵的当中 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弟兄 是姐妹 所以小心我们的言语 尤其开开玩笑 无伤大雅 也许因为有一个一定的默契 我们可以彼此知道 那可是呢 在面对真实的话语的时候 基督徒要说实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然就给恶者留于地 因为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好 耶稣的这个讲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到了31节32节 我们看到第二大段 耶稣又讲了一个芥菜种的比喻 这段话有以下的含义 天国的本质 它其实就是生命的 天国不是一个地方啊 因为就天就地都要过去 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 荣耀的 一种生命 极其超过所求所想的 龙美的一种丰盛的状态 它也是能生长的 所以天国在地上 好像那个菜书一样 因为在当时还是 这个龙夫种田是很正常的 最常常看到的 所以呢 耶稣就用地上的菜书 来做比喻 当然这些种菜啊 种这个植物啊 龙作啊 是暂时的 长大是要收成的嘛 天国的道 就是给人做粮食之用 而不用做其他用途 天国的起头 乃是主自己 也不做 好这个 而它的道 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种子 像芥菜种 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 观众朋友 有没有看过那个芥菜种 芥菜种好小 好像成粒一样 但是呢 你把它种下去 人所不以为难的 可是它发望起来 哎呀 是一棵大树啊 可以让天上的鸟 都来休息的 在那里 可以来遮阴的 好 所以这个芥菜种 就好像那个天国 看似人没有察觉到 但是发望起来 它比各样的菜都大 而且成了大树 连天上的飞鸟 都要树在它的枝上 这表明上帝国的领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 我们把神的道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个单纯的信心 好像那芥菜种 等它发望起来 我们就在主的国度里得着了 因着基督的内注 我们信耶稣 我们得永生 永生它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可捉摸的概念 永生是人生命终极的归宿 因为人的受造 本来就是在永生的荣耀里面 但人犯了罪 与神隔绝 所以耶稣基督来找人 他何得的急迫的找人 要把我们带回到 起初他为人所预备的荣耀里 那个属天的永生的里面 到了3335节 我们看到面笑的比喻 耶稣他再一次用大家都耳熟 能详的面笑做比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朋友 你有自己做过馒头吗 或者你有些兴趣要做做面包 一点点笑放在面团里面 隔一段时间 哇 它发起来了 小小的一个面团 因为一个笑 它整团就发起来 变成一个大馒头了 就变成一个 哇 非常好看的一个面包 耶稣也用这个面笑 来做天国的比喻 天国面笑 有妇人拿来 藏在山斗面里 等到全团都发起来 就看到知道神的国临到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各地 也许有很多人不察觉 我们会有什么作为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有重生的生命 我们在世界各地 我们为主做见证 我们传福音 整个的世界都要发望起来 直到地极啊 所以感谢主 让我们为现在所居住的 这块土地来祷告 让我们成为祝福的出口 让我所占的位置 这块土地成为上帝临在的见证与记号 当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也就是说神的国临到了 我们就带出一个大好的信息 以马内利了 神与我们同在了 我用华人文化的思想来翻译 以马内利 他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人期待的天人合一 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了 以马内利了 天人合一了 所以耶稣讲比喻 用一个最浅显的生活中的道理 把创世以来 人们不了解的奥秘的部分 隐藏的部分 整个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说神的话 是一个特别的启示 就是今天新约的所在 透过神的话 人生命的意义解答了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对神准确的认识 对这世代准确的认识 对人的最准确的认识 对教会的存在准确的认识 所以圣经这本书不得了 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姐妹 那我们今天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 我们有更准确对天国的认识 信耶稣只在乎这一生 神的一些恩典好处 那是不够的 神要我们一个终极性的认识 一个生命意义的恢复 形象样式的恢复 永生的得着 我们是否透过今天这段经文 对耶稣的比喻更认识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荣耀至圣的父神 那我们在耶稣的比喻当中 无论是透过麦子败子 那我们思想到我是麦子吗 我还只是喜欢教会生活的败子 我是否有结果子 我是否有属灵的样式 我是否有重生得救的好行为 容神一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那麦子真正的生命 主也让我们思想 让我们不做拜子 主让我们的生命起来 被主的恩典充满 带出智慧能力 主也让我们的生命里 仿佛那芥菜种 我们也要发忘起来 让我们对天国有准确的认识 让我们有信心 有生命之道 哪怕就是芥菜种 因为它是有生命 主整个的发望起来 成为周遭人的祝福 主让我们反复思想耶稣的比喻 成为我们 一个在主真理当中的一个得着 跟亮光的领受 活出你的新香之气 活出基督徒喜乐平安 大有智慧能力同在的见证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